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王振生在山东林一座咖啡 大小算是个人物 一年前化名为张林接受我的采访时 后台不止一个人认出了他 他在2020年初加盟瑞幸 开出了11家店 被其他加盟商称作瑞幸一哥 又追随前瑞幸咖啡创始人陆正耀 现库迪咖啡创始人 投资玉制菜等新项目 最后决定把瑞幸门店翻牌 All in库迪 如今林一有8家星巴克 4家挪瓦咖啡 4家TMS天好咖啡 和45家库迪咖啡 这45家库迪咖啡里 有20多家是王振生直接投资 其他的也由他选址招商 做统一营销 当然瑞幸是最恐怖的 开了60多家 他说 在王振生的高调操作下 三线城市林一 成了中国咖啡酷瑞大战的一线 身处一线战场 王振生总结2023年关键词 就一个字 快 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 但他依然感觉时间不够用 每天琢磨的就是开店 开更多的店 把店开得更好 以下是王振生的字数 商战里肉搏 2020年1月 作为科技公司创业者的我 转换赛道 成为瑞幸新零售合伙人 两个多月后 瑞幸爆雷 人心惶惶 但我对咖啡赛道很有信心 一边继续开瑞幸 一度是瑞幸全国开店最多的加盟商 另一边也琢磨起了后路 2022年初 在林仪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精品咖啡店 从瑞幸彻底翻牌到库迪 是在2022年底 我在办公室住了一个月 几乎完成了计划内所有门店的选址 也对接下来的一年有了基本的构想 我要在林仪开60家库迪咖啡 当时我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多数人不理解 而我也无法和那些因为信任 我而选择加盟瑞幸的联营商解释清楚 我为什么会这么坚决的做这件事 我只能说 前瑞幸成熟团队带领下的 全联营模式的库迪 可以让联营商更自由和主动的参与 更高效低拓展市场 也让熟悉瑞幸套路的我 看到了更远的未来 我和自己十来个人的小团队 都算老手了 翻牌行动快速推进 最忙的一天 我们要同时验收四家 等着第二天开门的库迪 两家在市区 两家在县里 早上五点出发 跑完已经是晚上九点 很快就到了咖啡茶饮的旺季 夏天那两三个月 库迪平均每个月 在全国各地 新开数千家门店 瑞幸的反攻也很猛烈 当时瑞幸在全国开启 带电加盟模式 一定程度上 也是鼓励库迪联营商 改做瑞幸 还专门针对林仪 给出了开店激励政策 下半年在林仪新开的门店 直接给现金补贴 一家店 开业首月就给五万 瑞幸的一位副总裁 两个月内来林仪 考察了四次 林仪的库迪和瑞幸 关系似乎比其他地方 更加紧张 几乎是进入贴身肉搏 剑拔弩张的状态 消费者看到的是 库迪八块八或瑞幸九块九 我是每一天都在体验 最为赤裸的商战 比如我们的店里 常有一次商业间谍的人 带着移动店员 一坐就是一天 记录门店的出杯情况 最实在的竞争 还是强点位 林仪涌入大量咖啡加盟商 或是高价抢下 我有意开店的位置 或是在我的点位附近 贴脸开店 我也遭遇了不少 库迪连营商的叛变 本来谈好了 对方中途退出 我动用了很多计划外的资金 几乎是全盘接手了 这些被放弃的库迪门店 这也导致我一度资金 极度紧张 靠着抵押房子 车子借款周转 钱的事情确实很棘手 之前创业我有过合伙人 担上一个项目 亏了二百万 最后我主动承担了 也决意不在现阶段 再和别人合作 既然决策由我做 开库迪的钱 我都自己出 最后的结果 也当然是我独自承受 2023年 我对库迪的净投入 约一千二百万 唯一欠解释的人 可能是我太太 毕竟我用来冒险的钱 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是一个挺典型的山东人 能做的都会尽力去做 能说的我也知无不言 最多的一天 我接打过六十多个 关于加盟库迪的咨询电话 我和很多瑞幸加盟商 都是不错的朋友 他们中有不少人 同时开了瑞幸和库迪 大家做生意 靠的还是天时地利人和 没有必要太藏着掖着 最早我是百胜餐饮经理人 之后当科技公司总经理 之前的人设算是 比较精致和理性的 但做咖啡以来 特别是2023年 我面对的情形比过去都要复杂 感觉人也粗糙了起来 就连最基本的情绪稳定 有时也做不到了 当时他好一处新门店 也跟厂地方约定了排他 不再出租给同行 结果有竞争者 直接承诺多高房租我都出 跟我们开赛的一起 这种没有商业底线的操作 让我非常恼火 原本特意回避的 我想想还是气不过 一脚油门就去了 这一年里 类似的让人歇斯底里的时刻非常多 我在最严重的那一次里 失控了 直接跟对方动了手 年底我和团队开玩笑 而与我诈 刀光剑影的这一年 可算是撑过来了 相信相信的力量 现在想想 当时我做酷敌 是有些上头的 没有考虑到价格战之下 林仪乃至整个咖啡市场 正在起变化 原本按计划 第一季度完成全职 第二三季度完成多数店铺的开店计划 第四季度则要在现有门店基础上做加密 即在同一区域内开更多门店 前面都很顺利 但渐渐的 众多商业连锁咖啡品牌在林仪遍地开花 不仅是点位和人流的竞争 更是资金和资源的竞争 持续开店变成了消耗战 我有些吃不消了 2023年9月 我彻底放下了继续开店的执念 让60家店的规划停在了45家 并重新确定了开店以外的核心任务 让林仪消费者感受更好的库迪 我持续运营社交媒体账号 在50多个门店群里 回应消费者的需求 安排本地专场直播送福利 做库迪咖啡林仪咖啡节 搞周末分享会 让商业咖啡品牌真正发挥 它普及推广咖啡饮品的能力 扩大咖啡人群 现在的库迪当然有很多不足 价格战也不是长久之计 但也恰恰是这样 瑞幸才会被拉下场 库迪才会在一年多时间 开出近7000家店 以后的故事才有了可能 过去一年我大概接受了 十几家媒体的几十次采访 大家关心的当然是库迪和瑞幸 是林仪咖啡业的变化 但我也确实是走到了风浪的前沿 开始我还有点紧张 后来我坦然接受 就像我知道的事情 对于库迪我选择信任 我不认为自己是盲目的 就像当初我觉得瑞幸不会倒 选择继续开店一样 我也认为库迪诞生在这个 充满机会和生命力的时代 有成功的可能 而这种信任 源于我对时代的认知 对咖啡行业和库迪联营机制的熟悉 以及我对商业本身的理解 我相信库迪的未来 相信自己的判断 也相信自己团队的能力 从当下的结果看 我在离一座库迪是正确的 而做正确的事 比正确的做事要重要 我是1990年生人 从接触互联网产品 就将雷军视为偶像 他的智慧 眼界 能力 都是我无法企及的 但我一直坚信他所主张的 创业者应该顺势而为 做正确的事 相比之下 陆正耀对我的影响 则更多是来自 他实际的言行与处事之中 我是从他离开瑞幸 重新创业 开始接触他本人的 一个创造了三家上市公司 但在外界眼中 充满争议与神秘感的人 之前他来临沪 约大家去跑步 我们这群90后平常很少运动 硬是被这个60后 带着跑完了15公里 跟着他做库敌可能也类似 有他在前面 我总觉得并不难跑完 山东人执迷于考边考工 也喜欢借算命 来求得内心的安定 我家里人算 我不太在意 前阵子一个 钻研周易的朋友 说找高人也给我算了 说两三年内不宜投资 宜守成 但我还是倾向于冒险 我喜欢看科幻 去年我看了六遍星际穿越 一旦从宇宙的尺度来看问题 或是站在当下看过去和未来 就会发现变化是永恒的 生活是值得冒险的 投资和运营好几十家库敌 就是我现阶段最值得做的事 眼下还有困难 但我有信心等到 青州已固办重删 过去一年里 除了觉得团队太过辛苦 心有亏欠 对于家人的照顾也远远不够 2018年 我创业做科技公司时 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之后做咖啡 二女儿出生 到了2023年年初 我全力做库敌的时候 第三个孩子出生了 我当然不想错过孩子那些宝贵的童年瞬间 也不想忘掉太太和孩子的生日 可我不得不去解决更多人 正在等我去解决的问题 下半年 我开始有意识地多花时间陪家人 但能做到的也不过就是早上送两个女儿去幼儿园 送太太去单位而已 可他们却总能在我沮丧或是疲惫的时候 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或甜甜的吻 今年夏天一定要抽空带女儿去海边玩几天 实现这个早就许下的承诺 我的城市 我的咖啡 我做咖啡最初的信心 其实来自我观察到的林仪的城市潜力 林仪号称小衣屋 物流和小商品产业很发达 这几年 城市的活力也越来越强 三区九线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我的城市理想型是苏州 既年轻又有底润 林仪虽赞不能治 但可以心向往之 我们是林仪目前最大的商业咖啡运营团队 但依然只是一个三线城市的几十人创业小团队 缺少资金 资源 甚至足够的人才 能做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在本地咖啡 市场先做大做强 从瑞幸到库迪 我们必须学习成熟咖啡品牌的供应链和业务能力 甚至是足够多的正确和错误的经验 学习做一个成熟的咖啡人 而要做好承载更多咖啡梦想的精品咖啡 对我来说 是一件需要从长记忆的事情 很多人没有卖过2023年 就放弃了自己的咖啡梦想 从咖啡二手市场就能发现端倪 我有做二手咖啡机生意的朋友说 从业十年 这是设备羁压最严重的一年 特别是下半年 咖啡创业的热情冷却了下来 从一线城市到四五线城市 很多精品咖啡店都黯然收场 但消费者对咖啡的需求 本身并没有减少 在商业咖啡的持续教育下 他们一定会需要更加丰富 专业的咖啡店 我之前开了五家自己的精品咖啡店 最近正在闭店重整 全新的店面是一栋带院子的三层小楼 已经装修的差不多了 龙年元宵节就要开门迎客 原来那个我曾经住了一个月的办公室里 我消磨最多时间的会客室墙上 挂着代表我的中国咖啡梦想的油画 画的是我们考察云南咖啡庄园时 面对山海的场景 这些很快都将随着整个办公室 一起搬进新店的小楼里 新的一年 我依然会绕着咖啡打转 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 中国咖啡也不过是刚刚开始 请考察云南咖啡